早在2019年,公认婚姻幸福的黄嘉谦就曾公开坦言 我的婚姻里面完全都是假象,我一点都不快乐,我的婚姻非常有问题 这个坦言,似乎为三年后的离婚做下了一个铺垫 我们可以想象,她在婚姻关系中已经受苦,新生离婚之意 熟悉黄嘉谦的观众可能会感到意外,但也可能会认可她的说法 就是认为她展示给大家的幸福,都是假象 可是,回顾黄嘉谦在综艺节目上讲的婚姻细节 我还能体会到她们夫妻真切的幸福,快乐和感动,而不是假象 所以我判断,她们的幸福是真实的,只不过,她们也有真实的痛苦 其实,所有的婚姻都是这样的,既有苦也有甜 但似乎苦常常盖过了甜,这就像人的身体,全身都是健康的 只要有一处疼痛,就会让人全身受苦 此所谓,谦一发而动全身 黄嘉谦的婚姻代表了几乎所有看起来幸福,实际上有问题的婚姻 社会调查表明,70%以上的婚姻都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其中很多没有离婚,是因为放弃了解决问题,而不是放弃婚姻 婚姻本身是以众神圣神奇的关系 它的存在是一个极大的奥妙,有相当深远的意义,需要用一生来捍卫 而人生所要改变和提高的,就是要逐渐学会忽略疼痛的部分 学会感恩好的部分 所以忠心希望黄嘉谦,和广大有类似婚姻状况的朋友们 提高受苦和受打击的能力,而不是逃避 提高接纳别人的全部,而不是局部 要能够放弃暂时难以实现的一些期望,而不是放弃婚姻 婚姻关系会经历春夏秋冬,我们要对寒冬有耐心,温暖的春天必会如约而至,幸福必要回来 最遗憾的事情是,春天来了,可是人,已经不在